北京时间5月25日,NBA季后赛西杰来天王山之战,经过一番激烈敖战,火箭队在主场以98-94战胜勇士队,从而以大比分3比2夺得赛点,此以哈登得到19分3篮板次助攻,保罗20分7篮板6助攻,戈登24分次篮板,卡佩拉12分14篮板,勇士队潘普森23分4篮板,库里22分7篮板6助攻,格林12分15篮板, 杜兰克29分4篮板,从首场主场输球不被看好,到如今拿下天王山,就连大为支持勇士队的NBA名宿巴克利也开始有所倾斜,在西爵未开始前,巴克利甚至一度预设勇士队将横扫火箭,不过尴尬的是如今火箭队3-2取得领先,巴克利就次轮比赛也谈料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过多的单打是勇士次轮系列,再处于被动的原因,数据显示, 勇士在常规在西间长均贡献29.3次助攻,季后赛首轮,他们长均26.8次助攻,第二轮他们的长均助攻数是30.8次,但到料西不决赛,他们目前长均仅有19.8次助攻,天王山之战,勇士全队或有18次助攻,这远远低于勇士对常规赛水准,除此之外,本场比赛勇士对出现了16次失误, 长均不到20次助攻也是远远低于勇士对常规赛水准,这一数据创下勇士对这个季后再新逼,而巴克利也将矛头对准料勇士和新杜兰特,他谈到火箭队的无限换防,让勇士对按上单打,杜兰特每一次面对小哥子的防守,勇士对都没有按照他们往常的方式去打,而这也造成料勇士对的进攻停滞, 在天王山之战中,杜兰特虽然得到29分,但命中率并不高,22投紧8周,除此之外,杜兰特还贡献料零次助攻,五场惜绝,杜兰特有两场送出料零次助攻,而这两场比赛勇士对都输了球,毋庸置疑,杜兰特是勇士对的另一终极核武器,不过他们的王牌被火箭队逐步延期,杜兰特虽然个人进攻依旧无解,但火箭队也让勇士对的进攻先停止,平常行为流水, 的进攻在细节中未所体现,除此之外,火箭队也找到了战队之法,当杜兰特逼为单打出手时,火箭总有一名球员协防干扰,这也造成料他的命中率急速下降,勇士球星格林的母亲曾直接拼平杜兰特过于依赖单打,破坏了勇士队的进攻体系,自杜兰特加盟勇士以来,勇士便有两种战术打法,一是无球跑位创造机会,二是杜兰特的单打,杜兰特虽然在常规赛,以及季后 赛中非常无解,但细节是总决赛级别的较量,面对被准备研究透亮的火箭,此神杜兰特与勇士下场又该做出如何改变于回应呢?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!